封面新闻见习记者送销,8月28日早上,首都航空JB5759北京到澳门航班,在澳门机场降落时,疑似遭遇风铁变,被降深圳机场。 随后,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该趟航班的乘客,虽然已经过了几个小时,他依然感到后怕,张先生下机时擦伤飞机被降乘客拍下视频记录紧急瞬间,第一次经历飞机降落位于起火,紧急扑下,密打。 在今早发生的首航飞机被降深圳仪式中,有乘客在降落以后,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,空乘人员在交集,地呼喊着乘客尽快下机,并呼吁大家安全撤离。 8月28日下午4点钟,记者联系到视频拍摄者张先生,我坐在后边,靠窗户这儿,看到飞机左边的发动机着火了。 张先生表示,当时下飞机时,他看到很多人都很害怕,他描述着,当时的场面很惊奇,很多乘客都飞快地跑下飞机,机上乘务人员组织撤离时,也很紧张。 在张先生提供的视频当中,可以看到,在机舱门口位置,一旁的乘务人员一直在催促,快点,快点,还有乘客在这里时,很焦急地叫喊着,媳妇,张先生提供的机票显示,他当时坐的是经济舱200币的位置,太害怕了。 张先生告诉记者,他是一个人坐在日趟航班上,准备去澳门旅游,之前并没有遭遇过类似事情。 飞机准备在澳门机场落地的时候,机上乘客听到荡荡两声,但飞机直接又飞起来了。 被降原因,一次遭遇风鞋便携落架受损8月28日下午,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官方L博发布公告称, 首都航空JD5759北京到澳门航班,今日8点17分,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,在澳门机场降落是一似遭遇风鞋便,机组判断可能起落架有损伤,立即复飞并启动应急程序,决定被降深圳机场。 记者了解到,所谓风鞋便,又被称为风鞋或者风鞋,是指大气中不同两点之间的风速或风向的剧烈变化。 国际航空界公认,低空风鞋便是飞机起飞和逐游阶段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,被人们称为无形杀手。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,欢迎向我们爆料,已经采纳有费用筹线,爆料微信关注, It's爆料QQ3386405712